同學們 相信很小時候開始老師兄跟你說 切忌玩火 不是你真的拿一把火出去玩火 而很多時候千萬不要做到過猶不及 做多了很多東西 刻意刺激對方 但是很神奇 在孫子兵法中 火攻中有一件事 孫子也說 以火助攻者命 即是火在應用在戰場上大有助力 能令敵人防不升防之餘 更能令自己在進攻時更加猛烈 那又有關學習方法 有何關鍵 原來學習方法上當然有關鍵 所謂火者 記住 不是叫你真的拿火柴去點火 原來這只是借助其他的力量 而CY 有什麼力量是可以借的 你不是教我在市場上偷看隔離 或者是出貓 那這樣是完全不對的 老師早就說我們做人要誠實 你誤會了 其實我沒有叫你做一些違規的事情 所謂借力者 其實孫子教我們借力制性 其實在市場上或者學習上 通常我們都是以為自己 咦 我個人一個人溫習就最好 你又說要專心自治 我們要看看有什麼情況 因為孔子也有說 三人行必有我私言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學習上 遇有不明白的地方 其實真的可以借助別人的智慧 為我們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火工裏面所說的 以火助攻者明 正正告訴我們在學習上 原來除了自己的力量之外 真的可以借助別人的力量 什麼力量? 就是借別人的智慧 在分組討論 或者小組討論的時候 看到別人有做得好的地方 可以借為己用 而學習上 現在有這麼好的科學進步技術 讓我們應用在學習上 包括你的手機不是用來打機 而是用來找資料 另外上課的時候 老師叫你查字典 現在電子字典 其實也是能夠令你 更加快捷地掌握了 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這個孫子兵法裏面的火工 以火助攻者明 正正告訴我們 學習都不只是靠自己 真的可以借助別人的智慧 借助別人的力量 借助科學技術 能夠令自己 可以在學習上更上一層樓 不過 記住 玩火 記得要認識火 所以當我們用在這些 新的科技的時候 記住要有節制 不能夠無限地陷入了 上網玩電腦 無止境的界限 所以以火助攻者明 記住 借助別人的力量 這個能夠令到我們學習 更加得心應手 更想一層樓 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再會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